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今晚 我是老頭All the Man 今天我們又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啦 那希望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不要再當機了 那老頭呢就是 稍微私底下弄了一下 把電腦稍微弄咚咚 弄嘻嘻 弄北北弄男男 沒有啦 反正呢就是稍微就是做了一個調整 好像有好了一點吧 不過呢 還是祈禱一下不要再當機了 好不好我們祈禱一下不要再當機了 那我們今天呢稍微就是要 製造一隻會飛行的存在物 我們就要去那個 去稍微周遭探險一下 我們還有很多元素沒有打 先給你們看一下 上一集我們所抓到的這一隻金剛呢 它上面這些元素呢 我知道下面那個普羅米 這個CORE這個是幹嘛的 我知道這個如何生產 但是上面這個 這個 這個MAGIC這個我不知道怎麼生產 所以說我可能要去外面就是打打一些 普羅米的恐龍 或許他們會掉也說不定 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個呢 這個CORE就是我們這個 用工作台做出來的 但是呢其他的我就不知道 像這個雜像啊 武器啊 遠程 彈藥 就是沒有我們要的那個材料啊 會不會是在這個熔爐裡面 也不對啊 熔爐是基本上在生產熔爐的啊 還是說是這個裡面 不可能啊 普羅米蜂巢 普羅米蜂巢應該是瞬間會生出 會製作成蜂蜜吧 沒關係這個我們之後再研究 然後他這個後面這個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防那個 抵擋傷害的那個啦 防護罩啦 只是有分等級的啦 有分乘以二最大範圍啊 然後這邊寫乘以二 啊 諸如此類的 所以說洗衣這個工作台 沒有什麼太多的東西 啊 頂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跟一些鞍而已 就這樣 沒有太多的 啊 功能 應該是說功能吧 然後他還有一台普羅米的越野車啦 我是不知道普羅米越野車的功能在哪 是可能不用上汽油吧 然後這個應該是普羅米的這個 雨暴龍 普羅米雨暴龍的召喚 可是他需要很 可是他需要很 他可能 他需要那個 啊 普羅米的這個 雨暴龍的一些什麼 心臟爪子啊 然後 肉啊 反正諸如此類的 然後再配上十個這個 CORE 好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是我們要召喚這一隻出來 這隻 這隻我看他圖鑑看起來長得 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來著的 有點像阿根廷有沒有 好像阿根廷 又好像不像阿根廷 然後又好像是 又好像是火鳳王 算了不管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做一個出來 先陳一 陳一他真的做一個了 然後我們這個需要普羅米的碎片 普羅米的碎片 耶 我記得我有收集阿 奇怪 沒有沒有沒有 已經用完了 靠腰沒事不要理我 我冒黑珍珠 我們黑珍珠好像不太夠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黑珍珠 我們黑珍珠真的不夠耶 這個我們要去多殺一點那個 我們要去 底層多殺一點東西才會打得到阿 好麻煩喔 缺黑珍珠了 喔 比如 呃 打到我們旁邊的山葉蟲 我們要找到山葉蟲才行阿 對阿 不然你要怎麼潛到深海 這裡就是沒有 這裡就是沒有珍珠阿 該不會要我自己潛下去吧 我自己潛下去實在太危險了 深海是最好找到黑珍珠的 阿 只可惜我現在這隻單槍匹馬去深海 絕對不行阿 麻煩了麻煩了 算了 我覺得為了自保還是開金剛下去深海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要是我被圍毆 我覺得死 絕對死給你看 還好我們金剛的這個氧氣實在是夠阿 然後我自己本身好像 好像快要不夠的樣子 算了 我們潛到一定的深度 我們稍微觀望一下好了 哇哩咧 我怕我怕我我沒有我沒有那個 我怕我我上不去耶好煩阿 算了我們還是上去好了實在太危險了 這樣太危險 灰燕屍 整個灰燕屍 你看我已經剩一半了 還好我還好英明 趕快飛上來了 看來我們正好在陸地找三葉蟲 拿黑珍珠了 哇這邊兩隻 然後這個我必須要下來踩阿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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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生氣弄生氣 屍體勒 欸你只給我珍珠阿 欸他說好的黑珍珠那一打打 兩顆 我還是回去方舟工廠好了 對不起我錯了 OK各位兄弟們 不負眾望的呢 我剛剛又當機了 不過呢 其實也還好啦 當了之後馬上稍微 獨擋回來 然後這隻火鳳王就出現了 果然是火鳳王沒有錯 真的是火鳳王 然後呢 我剛剛稍微測試他所有的能力阿 他的右鍵火球術 基本上就只有一個攻擊 不是一個攻擊 就只有一個傷害300點 他沒有辦法依照攻擊力去提升 然後左鍵傷害大概是1400多點 其實也蠻低的 那他這隻的功用呢 可能就是真的是移動熔爐啦 只是體型變大版本的 你看他比 他根本就是跟金剛有的比了吧 這個大小 終極火鳳王喔 然後他的血會變這麼少 原來是因為我剛剛有配點他 然後我把硫磺給他好了 因為這貨是吃硫磺的阿 這貨是吃硫磺的阿 我還擔心硫磺不夠不夠餵他 對啊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少點一點血好了 就讓他一直嗑一直嗑 然後把血給回滿 然後點一下移動速度 我們等一下呢 沒有意外的話呢 我們就是前往那個 那個普羅米出生的根據地喔 大致上一個方向 我們就直接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呢 拜託不要再當機了 再這樣下去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是說等這個優化做好了 我再繼續拍 其實我一直很想拍阿 但是一直當機真的讓我沒有辦法拍下去阿 很多珍貴的畫面都消失了 你知道嗎 像是召喚這個 召喚這一隻的這個珍貴畫面也不見了 阿 我覺得蠻難過的 難受想哭阿 想哭卻哭不出來阿 你說怎麼辦 好不好 好啦 希望別再當了 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還是趕快到我們那個 普羅米修斯的根據地吧 我們到那個地方呢 稍微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普羅米 有沒有辦法抓 順便把他帶回來 或是把他們擊殺 拿下他們的材料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 因為那個普羅米修斯的材料 必須要有 你才可以製造更多東西 那有些東西都是一定要從他們身上獲得 齁 應該是在這邊可以找得到他們 喔 忘記到囉 蛋包在哪裡 要開個血條 我看到了 那邊又一隻 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贏欸 飛過去咬看看好了 五萬七的血 喔靠 我的傷害真的很低欸 這個要靠金剛了啦 大大 哇 直接死掉啊 快好實在太誇張啦 這隻這隻根本不適合 不適合打鬥啊 這隻這隻基本上就只適合 呃 只適合幹嘛 我看一下喔 他會不會瞬間 瞬間生產 好像也不會的樣子欸 對啊好像也不會瞬間生產的樣子 我剛剛好像按到一個鍵 看一下喔 呃 好 這邊按下去了 我看一下他會不會自己生 鐵燒不起來啊 奇怪 這隻火鳳凰 大隻歸大隻 但是他不適用欸 他不適用於那種就是 移動熔爐的概念欸 為什麼 哇哩咧 算了 我們這一隻就拿來當飛行工具好了 他完全沒有戰鬥力可言 這隻在搞毛喔 完全沒戰鬥力可言欸 算吧 那我們就騎著這一隻去找 去找新的普羅米吧 好不好 今天至少要找一隻 那剛剛講的那邊就一隻 該不會是上次殺了我的那一隻吧 啊就根本就射不暈是要打毛喔 對啊 普羅米斯救獸啊 這貨就射不暈啊 我印象中是射不暈的啊 怎麼辦 這樣這麼多射不暈的我們打的屁喔 我借我毛對槍沒問題啊 有沒有射到都不知道 沒有我們找一隻開槍 太遠了 欸欸欸你幹什麼東西呢 我們架的東西啊 就連這隻我可也打不贏吧 欸有啊為什麼這次就射暈了 啊那上一次是怎樣 上一次是發生什麼事 超級大bug是不是 欸這次就有中 啊我上一集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理解我上一集發生什麼事欸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趕快趕緊把他帶回去 這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有了有了 帶了帶了 啊什麼都別說 通通帶回家要緊 先回去再說 快點 來吧 來吧 有了有了都回來了都回來了 施舊哥不要亂跑啊 你需不需要鞍啊 這傢伙也需要鞍啊 施舊時候 哇你看他的樣子 戴上頭盔的樣子 雞毛酷啊 好我們稍微來觀望一下 觀望一下啊 他的鞍是什麼 我們材料應該夠吧 施舊獸的鞍 是這一個嗎 是G開頭了吧 這字太小看不太清楚 這圖片才勉勉強看得清楚 是這一個嗎 不是 是哪一個啊 字太小了啦 啊這隻啦 啊其實材料不多啊 你看啊就跟你講這個材料真的不多啊 你說要瘦皮跟纖維 對 纖維只有兩個 哈哈 瘦皮 就就就就就就 就金剛身上 欸不對 這裡一定有啊 纖維 你看這邊自言自產的 纖維跟什麼 瘦皮 瘦皮 珍珠也拿一下好了 其實珍珠也蠻珍貴的 不好拿 然後這裡就沒瘦皮 這邊瘦皮被我拿光了 那我們就拿這裡的好了 欸啊為什麼沒有產瘦皮出來 有啦 3000多 那我們做一個鞍出來 纖維丟進去 纖維丟進去 來 這隻 找到了 就是你這小壞的 你這個小淘氣 小淘氣 有人擰啊 不錯不錯 來來來 好忘了跟各位講啊 這個是 之前剛剛當機的片段 這個呢 召喚火鳳凰呢 必須要有這個 普洛米CORE 這個在工作台做得到 然後在這個地方 他只需要一個 這我剛剛講過嗎 啊算了不管了 然後呢 他還要這個普洛米的碎片 普洛米的碎片的話 是要打普洛米的 恐龍吊的 好 沒關係我可以再重講一次 有講卓米沒有好啊 對不對 按在哪裡 找到了 大大 大大 你也是跟他們一樣有這個功能啊 好丟啊 大大 你你你 有我肉嗎 給點肉吧 給點肉呗 看來火鳳凰太弱了 還是這隻比較丟啊 吃點肉吃點肉 這這這貨不吃肉的 嗯 我開始有點擔心了 你不吃肉不然你吃什麼 吃屎嗎 你不要跟我講說你吃恐龍復德喔 好像真的是吃恐龍復德的樣子 我把能量碎片丟五塊給他好了 他會不會自己吃 果然自己吃掉了 我的天啊 這些恐龍都吃這麼種客的東西喔 阿不就好像在這個東西算還蠻好取得的 阿 我們又獲得這隻 阿 超級屌的十九獸 阿 還有什麼攻擊 有 有有有有有有 感覺到了 他的C劍我感覺到了 滿滿的強大 強大能力 好像只有C劍而已耶 對只有C劍而已 目前只看到只有C劍 阿還有俯衝嘛 我記得這隻 特殊能力就是俯衝阿 他負重了 點一下好了 移動速度 來 這隻強大就在俯衝阿 哇 這個跑超快的阿 欸 這個俯衝的那個效果還蠻帥的阿 跟一般的比起來還蠻帥的 但是攻擊力我就不知道了 欸這俯衝打Boss會不會超強的 欸重點是他這個俯衝阿 感覺像彩虹小馬 你看他那個周遭還有那種光 那種光波那種感覺 有沒有 喔這個跟 這是跟一般原版的 施救兽是沒辦法比的阿 找一隻攻擊 我看到那邊有一隻了 開一下血條 欸血條有開嗎 我們打那隻 那隻那隻那隻 怎麼才150而已阿 欸 大大 你這樣才150喔 那普打呢 欸為什麼那麼低阿 阿那是移動 那是移動 那是撞傷阿 靠北他連撞傷都判定算進去的阿 那我們這樣子要怎麼 實測他的 墜落的傷害呢 我們要找大 大隻一點的恐龍 對不對 比較不會被秒殺那一種齁 嘖 可是在這裡找不到阿 想太多了吧 對啊 在這裡找不到阿 欸還有水母耶 好好笑喔 有沒有看到水母 有沒有看到水母 那是水母嗎 欸不是耶 那是氣體阿 搞不好那邊弟弟有一個遺跡也說不定 幹不是重點阿 重點我要實測一下俯衝的威力阿 大恐龍都死去哪裡啦 都掛了是吧 大恐龍呢 通通都往生了嗎 不管不管 不管 至少找到一隻像是炭龜之類的 可以抵擋我150的傷害都好 我看到一隻炭龜了 就決定是你阿 呀 阿怎麼才2800而已阿 跟我想的不一樣阿 算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隻石舊獸 好不好 我們今天有 我們的那個 普羅米的戰隊又添加一隻了 非常的強大 往後呢就靠你了 普羅米斯舊獸大大 我需要靠你抓更多的恐龍 好不好 那麼今天呢這個 這個普羅米只有修飾了這個 模組介紹呢 應該是說魔術探險呢 內容就差不多到這裡為止啦 然後當機今天只盪一次 非常好棒棒 終於只盪一次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會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好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進化再見啦 掰掰